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烟时代来临 麻州多镇实施烟草永久禁售政策 波士顿市长吴米推出庆祝本地艺术家的夏季混音带 麻州Milton小规模地震引发关注 波士顿男子应争夺手机引发刺伤事件被捕 波士顿大规模增设减速带提升交通安全 无烟时代来临 麻州多镇实施烟草永久禁售政策 麻州的瑞丁等六个城镇已经逐步推行一项创新的健康政策 旨在培养无烟一代 根据这一政策 2004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在达到21岁成年法定年龄后 将无法在当地购买香烟及任何尼古丁产品 瑞丁卫生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洛佩兹 Richard Lopez 表示 此举旨旨在逐年减少吸烟者数量 最终实现烟草与尼古丁的彻底消除 此外 Brooklyn也于2020年通过了类似的禁售法规 其他城镇正在考虑加入此政策 虽然有批评者认为这种禁令无法成功 但支持者坚信这是创造健康社区的重要一步 波士顿市长吴米推出庆祝本地艺术家的夏季混音带 波士顿市长吴米近日发布了名为《亲爱的夏天》的年度混音带 这是该项目第二年举行 旨在展示大波士顿地区的音乐才华 此混音带包括17首由6位DJ混音的曲目 涵盖嘻哈、R&B、摇滚及蓝调等多种音乐 多彻斯特的DJ TNS CWRTH表示 能被选中参与是一种荣誉 Brighton音乐家朱利亚、其司霍姆 Julia Chisham认为这个项目体现了社区精神 混音带中还特别呈现了包括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布莱恩、斯凯拉布里尼、 布莱恩·斯凯拉布莱恩在内的15位波士顿人 是旅游、体育与娱乐部门的联合执行制片人 约翰·伯德斯四世、John Borders四期待这一倡议的发展 并表示这是展示本地艺术家国际级才华的大好机会 麻州、Milton小规模地震引发关注 本周三上午,据波士顿学院的Western天文台所记录 麻州、Milton发生了1.3级地震 此次地震发生于上午9点37分 虽然未造成明显破坏或人员伤亡 但部分居民报告称听到了一声巨响 波士顿学院的教授兼高级研究科学家约翰·埃贝尔·张伊布表示 对于这种小规模地震,人们更多是听到而非感受到地震 此外,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报道称 东北部古老的断层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频繁地引发地震 大多数地震震级低于2.5 自1950年以来,东海岸约有20起4.5级以上地震 而西海岸在同期内经历了超过1000起 波士顿男子因争夺手机引发刺伤事件被捕 本周二晚间,在波士顿后弯Boston Street前的一处消防站外 一场因手机争夺引发的刺伤事件发生 导致一名男子被警方逮捕 根据波士顿警方的报告 事件起因于两名男子为了一部手机发生争执 警察在352 Newberry Street附近接到报警后赶往现场 随后在941Boston Street 消防员在协助伤者的同时制止了嫌疑人 并从其身上发现一把刀 64岁的嫌疑人克里斯·詹宁斯·克里斯 因持卸商人被捕 并于本周三在波士顿市法院被提审 伤者被送往医院 所受伤事并不危及生命 波士顿大规模增设减速带提升交通安全 为了提升交通安全 波士顿市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市区内 安装超过2000个减速带 这些减速带高约3英寸 长12至14英尺 设计让车辆以20英里每小时 或更低速度平稳通过 此举是安全激增Safety Search计划的一部分 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 市政府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超过400个 减速秋的安装 每年将增设500个 直至2026年 目标是覆盖近400英里符合条件的市区街道 已完成项目的街区包括 Metapan、Dorchester和Roxbury 此外 市政府还将重新设计路口 并改善行人信号灯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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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